前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出席 民進黨總統參選了賴清德 以及立委蘇巧惠他們的聯合競選總部成立大會 那不只蘇巧惠的爸爸蘇貞昌大力的支持 屏東縣長周春敏還有這個行政院長陳建仁 也到場來立挺 讓蘇巧惠非常感動 守護台灣 護官有我 守護台灣 粉絲齊海飄揚 鄉親高喊動算 立委蘇巧惠和賴清德聯合競選總部成立 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到場立聽女兒 我也是必須要搶時間喔 才能夠塞得進去他的助選行程當中 我還跟吳禎說 怎麼這麼快就到你那裡 我都排不上 那今天同樣是在新莊落腳的蘇院長 回到自己的家鄉 新北的新莊來 我想他也一定會很高興和鄉親見面 除了爸爸大力支持 好姐妹屏東縣長周春敏也特別北上助獎 巧惠在國會的表現 對地方的建設是金牌中的金牌 所以我今天帶了很多屏東得到國際世界大賽的金牌好物 來挺金牌巧惠 蘇巧惠拼連任 外界形容這次要選得漂亮 因為他是民進黨 未來新北市長的人選 更是行政院長陳建仁 2024大選首場駐成行程 我們很早就邀請陳院長來新莊 為這幾年的行政院支持的建設做背書 但沒有想到竟然變成了陳院長的第一場駐獎 我也講到 我也感到非常非常的榮幸 吳衛鋒與前後任行政院長駐政 勢必要讓蘇巧惠在2024搭出漂亮一擊 接著陳明華 張凱琳 SNG小組採訪報導